肥胖与肝胆疾病 40岁的阿松是一个工作时间不固定的设计师 经常工作到半夜 最大的兴趣就是在下班之后 大快朵鱼最爱的油炸食物 同时阿松的体重也直线上升 迟到有一天 阿松因为右上腹部的疼痛而来到医院 医师发现他的肝胆系统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肥胖所影响的肝胆疾病种类包括 肝脏肿大、肝功能异常、肝硬化以及胆结石等疾病 其中肥胖族群普遍都有胆结石的健康问题 由于现代人的生活忙碌 三餐不正常以及饮食习惯的改变 高热量、高脂肪、高糖分的食物越吃越多 导致胆结石的罹患率节节上升 同时因为胆结石的高度发生率 所以预防胆结石的发生也成为现代人的身体保健课题之一 大部分的胆结石患者因为结石形成较慢、较小 所以一开始不会有异样的感觉 在早期可能会被误认为其他疾病 而胆结石严重的患者可能会产生明显征兆并伴随和病症发生 例如胆结石疼痛以及胆囊炎 在胆结石的危险因子里 长提到4F指的是FAC、肥胖、Female、女性、Fertile、多产与FALTY、40岁以上等四个因子 其中肥胖者由于饮食中油脂及胆固醇过多 容易使胆汁中的胆固醇含量上升 造成胆汁过于粘稠 于是容易发生结石的情形 而肥胖者的胆固醇生成较多 每公斤额外的体重会生成20毫克的胆固醇 如果超重10公斤 每日多生成的胆固醇 可能如同一颗蛋黄一样多 排泄到胆囊的胆固醇也会增加 所以肥胖者常见胆固醇结石的情形 相较于体重理想范围者 体重过重的妇女罹患胆结石的几率 是理想体重妇女的两倍 肥胖者则会增加到2.5至3倍 因此平时应注意饮食与体重的控制 减少罹患胆结石的机会 接着请点按左方选单继续课程